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胡大哥 昨天在您的店里吃完了我们店的红烧肥肠和凉拌肥肠以后 我现在看见肥肠就想吃 而且我看咱们店里还不止这两种肥肠 还有各种各样的不同的肥肠的做法 是不是 对 今天这道肥肠 它是跟我们四川一道名餐有关的 我们从第一步清理开始 你看我们一步步做下去 到时候你就知道我们今天是做的什么肥肠 行 那我就跟您一步一步做 然后我们慢慢揭晓 清洗肥肠 必须采用人工清洗的方式 加入盐 小搓打 不间断地反复揉洗 能将内外肠壁上的油脂逼出 达到去除杂质和异味的效果 这个肥肠咱俩剔除的真的是非常干净 乳白乳白的和白玉一样 胡大哥 我还能闻间一点点 就是这个肥肠上面留下的这个腥味 还是会有一点 所以我们下面还进一步处理超水 那咱们现在热水 我给您拿着肥肠 您现在热水 等一下 要先改刀 一般来说 清洗过后的肥肠 需要马上进行超水断生 进一步去除异味 不过胡大哥却先要对肥肠进行改刀 这又是为什么呢 是因为让肥肠形状好看 形状好看 出材的拼线更好 看似简单的改刀 同样也马虎不得 每一小节都要等分切割成五厘米左右的小段 经过超水 肥肠会自然收缩 让每一块肥肠的口感 味道更加统一 我们下一步干干嘛呀 我们做一个极道产的辅料 辅料是什么辅料 辅料是什么辅料 酥辣子 我看到的是这种辣椒 经过特殊的手法 特殊的处理 经过特殊的处理 就会变成酥辣子 对 就吃起来酥酥脆脆的 对 干二斤条 剪成小结 清水中洗去表面灰尘 浸泡二十分钟后 入沸水中焯水 降低辣椒的辣度 捞出沥干水分 盐和糖简单调味 撒入面粉搅拌均匀 约六成热油温进行炸制 用不了多久 一锅色泽诱人的酥辣子 便大功告成 我们这个辣椒已经炸好了 来切一下 那我们就趁这个 冷却这个辣椒的时间 烫点屁 茴香面皮 同样也是姜由人 从小吃到大的家常美味 将茴香切碎 直接拌在面糊中 再用小火摊制完成 做法虽然简单 味道却一点也不含糊 大家看啊 我们这个姜由版的面皮 已经烙好了 真的是看着漂亮 闻着香 这么多辅料都已经配好了 下面我们是不是可以 开始炒制它 还有两种硬 咱们早晨在市场上买的 这个机关油 还没使呢 怎么练这个机关油啊 去一份采的量 用水来煮 锅中水烧开 将机关油煮至十分钟左右 带到锅内水分逐渐熬干 机关油微微发黄时 大量油脂便会渗出 为什么要先煮它一下呢 胡大哥说 水可以防止猪油块 因为突然受热 或高温受热不均匀 而变焦糊 熬出来的猪油会更清凉 除此之外 水在沸腾蒸发的时候 会将猪油的腥味带出去 熬出来的猪油也更加醇香 我们的机关油已经煉好了 这个辅料我看也准备的差不多了 但是您还没告诉我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菜呢 你看一下我们这里有 皮线豆瓣 铜酸豆豉 中巴酱油 有蒜苗 中巴的酱油 铜酸的豆豉 皮线的豆瓣 还有我们的蒜苗 这个是回锅肉的经典搭配啊 我们要做回锅肥肠 对 那我们开座 好 回锅肥肠 听起来就让人直咽口水 煮好的肥肠在锅中干炒 炒干多余水分 倒入机关油 将肥肠炒至表皮微微发黄时 加入豆瓣酱 豆豉 继续翻炒 待到肥肠表面出现小泡时 加入茴香面片 蒜苗 香酥辣椒 炒至片刻 一道回锅肥肠 喷香出锅 煮好的 容量 熙 熙 1